交通工具是人类进步的引擎 马车 蒸汽火车 高速列车 导喷气式客机 每一次交通工具的变革都伴随着速度的飞跃 高速飞行列车系统 凭借其快速 便捷 低能好的优势 是未来交通工具的重大发展方向 高速飞行列车与城市立铁实现无缝接驳 旅客进展极上几下 大幅缩短旅行时间 系统通过将密闭车体放入压力小于标准大起压1%的圆形密闭管道中 将列车受到气动阻力减少到现在高铁3%以下 通过磁悬浮装置使列车悬浮于轨道之上 将摩擦阻力减小到0 通过电击牵引实现地面超声速运出 汤内装配车载VR娱乐系统 商务舱座椅设计 采用航天级人机环境系统 给乘客完美旅行体验 车体采用泳磁制力型高温超导磁悬浮系统 实现20毫米以上无缘稳定悬浮 车身采用新型轻氧化防隔热地铁化舱段 最大限度减轻车身重量 小尺寸车企设计提升线红可实现性 纳米气凝胶复合材料内侦 有效格决温度和噪声 高小低组外形大幅降低气动阻力 沿途设置安全气候与航生出口 采用高精度承载密封一体化路轨设计 汇用土嵌耗坛能搭建管道行驶环境 长定子直线电机实现牵引制动 列车最大时速2000公里 实现有银行客机的两位 高铁的六位 人均万个人好是银行客机的11% 高铁的60% 三分钟的发车频率与地铁相当 双向运力达每年800万人 高速飞行列车作为一种全新的地面交通工具 其运行特性与临近空间超深速飞行相似性更高 项目领域跨度大 创新性强 因此 充分利用航空航天领域高清技术 警告我国大力推荐知名融合产业的契机 并联合我国近年在回导交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 是实现高速飞行列车产业创新发展的 必经之路 高速飞行列车设计团队拥有国际先进的系统工程能力 国际先进的超声速飞行器设计能力 国际先进的导温超导磁悬浮设计能力 镇空及电气系统成熟应用经验 航天质量保证和可靠性设计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作为国有特大型高科技企业 是国务院设立的首批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 项目计划2020年前完成关键技术公关 2023年前完成全系统演示验证 同步形成600千米小时载人能力 建设区域性城市飞行列车交通网 2027年前将最大速度提升到2000公里 为建设国家超级城市群 一小时经济圈奠定基础 我们致力成为下一代交通系统的世界领导者 航天技术和民用产业的深度融合 历经推动高速飞行列车产业 向前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